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多後 中共突然在1月4號才將任職兩年多的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撤換 改由已退休的原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接替 駱惠寧上任後 8號首先前往深圳 拜會當地高層要員 雙方表示除了合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外 更要積極推行一國兩制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駱惠寧與深圳高層的共識 透露了一個強烈的信息 他希望以深圳作為一個基礎 然後把香港和深圳 通過這種在經濟和政治上 把香港和深圳進一步融合在一起 而把香港的一國兩制 變成一個香港和深圳的 一國一制的這麼一種嘗試 會見深圳高層官員後 駱惠寧9號在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香港中聯辦當晚在官網發布消息稱 駱惠寧將權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對香港的依法施政 他會按照中共當局的要求 進一步推進止暴制亂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止暴制亂和要推進一國兩制呢 它實際上是個互相矛盾的說法 你如果把香港民眾要求民主要求人權 要求自由的這種抗議活動 把它視為是暴亂的話 那麼你怎麼可能推進一國兩制 藍述表示 中共從來就沒有想落實一國兩制 它是打著一國兩制的幌子 企圖在專制統治下 在香港實行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一國一制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表示 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發展到今天 反映了香港的多數民意 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對中共的信任 現在香港民眾對北京所謂的一國兩制 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更別談一國一制了 駱惠寧作為盜鈴退休的中共前山西省委書記 既沒有港澳和外事工作經歷 也不懂粵語 中共派他做香港中聯辦主任 引發外界諸多猜測 藍述認為 中共對香港問題 目前還沒有解決的辦法 駱惠寧很可能是一個過渡性人物 金鐘分析說 駱惠寧是戴著白手套來的 是中共的緩兵之計 由於他沒有在香港的工作經驗 中共利用他作為一個擋箭牌 去抵擋香港的抗爭 轉移香港人的憤恨目標 並讓他來承擔未來鎮壓港民的責任 他沒有參與去鎮壓 他跟香港沒有好的也沒有壞的進路 他可以作為一個橡皮電子 讓你們香港人鬧嘛 甚至於來針對他們 英國《金融時報》也對此表示 從國安法到經濟和教育等方面 中共可能會加快推動香港一國一制的時間表 而這樣的推動 會將駱惠寧置於與香港民主派 和擔心人權不斷被剝奪的示威者的衝突之中 潮濟 gay